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第三集的剧情还有可能就跟初代了加米拉 那已经极为相似 同样是宇航颜变成怪兽以及爆火 这算不算是变相的致敬初代呢 至于加拉特龙最后是不是死在水箱之下呢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太加黑化 我觉得太加在后面的剧情中还有可能会黑化一次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小不点被脱离架干掉时呢 尤其当时的那种愤怒感 虽然他的面目争鸣 让我有点想笑的冲动 但是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背后有一层层的黑气 这在一切奥特曼中是没有发生过的 像候鸟怪兽为了保护艾迪而被杀死 小狗倒在了迪加的面前 虽然他们也会愤怒 但是并不像游戏这样背后冒着黑气 这就还有可能是代表着以后会黑化的征兆 这次的事件可能就是个触发点 当以后怒气直够了 忧心被愤怒冲昏通道 太加就还有可能会黑化 难道会变成黑暗太加吗 托雷基亚会洗白 这个也是我的一点点脑洞 首先看完这两集的感觉后呢 你会发现 托雷基亚是那种以绅士的举动 干着最低最恶的事情 起码从这次的打死小谷点 让不少的奥迷都看不上的 但是他在后期也不是不能洗白的 首先你们要注意到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一直是黑白两色 这就还有可能是一种暗示 可能托雷基亚只是在遵循他自己的正义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他也没有做太过出格的事情 或许到了后面 他会成为像加古拉一样的人也说不定哦 毕竟加古拉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会洗白啊 刚刚说的这三点 完全就是重重的一点点脑洞 新旧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动脉新纪元 我是纪元英国行众 梦想着称为奥特曼的男人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